欢迎回到独立特派员的节目现场 从德国到台湾 转型正义之路特别报道 我们要来谈统一后的德国 怎么处理前东德党产 建立政党公平竞争 以及后续的转型正义等问题 德国在统一后的第二年 除了立法着手开放秘密党案 对于清查东德的党产也没有延迟 在东德末期就成立委员会 透过东德政党法的规定 对党国不分时期产生的庞大党产 进行列策 列管 两德统一之后 更确立了独立委员会的运作与原则 委员会的委员相当于独立检察官 追回来的党产 除了有一部分给转型正义基金会 作为创立基金之外 更用来处理东德所留下来的 各种转型正义问题 包括推动社福 医疗与教育工作等等 另外德国国会还制定了 共产时期非正义补偿法 东德四十年期间有二十几万的政治犯 其中有十万五千人因为政治因素 在职场上受到不平等的待遇 1992年国会颁布补偿法之后 到2005年 大约有十七万人得到平反 一次性的补偿金支出就超过了十亿美元 之后还针对了政治入狱者 一个月给予四百三十美元的补偿金 2007年在放宽入狱六个月以上 而且为低收入护者每个月给予三百四十美金的补偿 这些实际的行动都经过相当多的努力 不过受难者因此被毁坏的人生 却再也无法逆转 来看记者李琼月 李金龙来自德国的报道 这里是五零年代前苏联占领东德时期 关押纳粹军警 异议分子和间谍的地下牢房 六零年代之后曾经变成仓库 网上走到了史塔西监狱审讯房 这里关的是政治犯 民运人士 还有所谓恐怖分子 郭文社豪森纪念馆是前东德的史塔西监狱 正在说明的时代证人 也就是所谓的政治犯 原本的控制 声音瞬 10000人在鬥牛耳機 有的蜴蜜設計 很難說 在這裡有關機 我們會有架子的蒸汽車 之外 雖然是一般的蒸汽車 一般蒸汽車 就這樣會有溫汽車 因此,當駕駛的駕駛 搖汽車時,當駕駛有關機 有關機,但在雙方發生的蒸汽車 一般的蒸汽車 在這間駕駛中 有駕駛的駛駛 川普及共和佛隊 我們有約1,000人接觸 我們有約700人接觸 電視訊 紀念館除了為他們做影像紀錄 還成立辦公室 推動時代證人的檔案重建計畫 好留下他們的故事 進入這裡我們彷彿置身在竊聽風暴的電影場景 這裡是審訊房 被詢問的囚犯就坐在這張椅子上 史塔西從1961年開始大量蓋監獄 光是霍恩社豪森就有115間的審訊房 房間後面還有幹員可以監聽的位置 卸下新房之後無意間的談話 不小心就害到自己的朋友跟親人 這裡跟台灣50年代 關押白色恐怖時期政治犯的 景美人權文化園區相仿 館長柯納伯兩度受邀來台 參觀過景美人權文化園區 六張禮白色恐怖時期受難者墓園 以及中正紀念堂 另外一方面有關關於大量的封堂 我當時在參加大量的封堂 我當時在參加大量的封堂 我到底會說真的, 當我對我認識了 如果在乎充決中, 我居然應該是 那是判斷的 但是能 discipleship 當然會確實說 你需要有一些人 尤其是在珍凯借記憶室中 我曾經給予了一個小飛機 我認為他是一個很大的支持者 的民主和自由 我剛才在安排的安排的選舉 我認為這是很難的 台灣轉型正義無法落實 是因為加害者一直沒有出現 德国面对两段专制政权 除了开放秘密档案 对加害体制和加害者的研究从不闪躲 他甚至认为德国转型正义还不算成功 因此得把希望寄托在年轻人身上 这是纪念馆1994年以来的参访人数变化 申请团体中学生团体就占了60% 如果以年龄来看超过20万人 占53%都是学生族群 纪念馆的中庭还立了一块纪念石 上面写着献给遭受共产专政迫害的受难者 东德共产党瓦解之后 除了国家安全部九万多名员工全部解雇之外 还针对公务体系进行人事除够 这些法官跟检察官就在这一块纪念馆 在这个独裁的年代帮政权来陷害破坏 也就是说合理化政权的镇压这个行为 这一些人如果在这个统一之后 还让他们继续坐在那个位置 人民对于司法不会信赖 我当时有几个法律师同学 其中有一个我记得他叫做Vili 我们都叫Vili 他后来就是到东德去 到德东了 同一个叫德东 到德东去做法官 因为他们去 转型正义另一个核心问题是清查党产 建立政党公平竞争制度 两德统一之后 根据东西德签订的统一协定 同意保留政党继政治团体法中 设置党产调查委员会条款 并且明定东德党产处理原则 程序以及追溯时效 而其实早在两德没有统一之前 东德透过民权产生的最后一任总理 德梅基爷 已经在他任内启动调查 东德共产党的党产 2007年 他还应邀来台 分享德国经验 末代总理 他们当时就惊觉 原来东德共产党 藏了这么多的 市藏了这么多的党产 现今这一个土地 房子很多 所以他们从那时候最后一直开始 后来当然统一后继续做 他们就是去设定一个追统 统一之后成立了 东德政体与群众组织 财产独立清查委员会 他的委员相当于独立检察官 有部分侦察权 16年独立委员会追回的党产 大约是16亿欧元 2006年完成阶段性任务后结束 被追回的部分党产 必须根据指定用途使用 一 gal昨天做人 有共产党关上有继续 是打钙法人�mem织 可以通常 comes的 国党用途 Ross 并尊重抣 traz来大际 的检佛 是 进行保存 τα 那要件事 在益外部改革 被联抚 历 unserer 用 galaxy 还包括提供1998年成立的 联邦厘清德国统一社会党独裁统治基金会 第一笔创立基金 这个单位简单说就是转型正义基金会 负责推动有关东德转型正义历史教育工作 一年预算大约是500万到550万欧元左右 墙上是基金会历年来举办活动的海报 十几年补助超过2200项展览 包括全德国跟东德转型正义有关的 800多个纪念遗址 纪念地标也做了完整记录 基金会还有专属图书馆 离开基金会 我们搭乘地铁转往柏林围墙纪念园区 来到伯纳尔街最西端的地铁站 墙上照片记录的是在柏林围墙盖起来那一天 东德士兵锁上铁卷门 从此由西柏林开过来的地铁过站不停 因此这里成了幽灵车站 走上来就是柏林围墙纪念园区 除了还保留一段围墙和监视塔之外 中间还展示所有牺牲者的照片 最醒目的是18岁年轻人彼得 他是1962年8月翻阅柏林围墙 被士兵射杀的牺牲者 如今查理检查邵事件现场也立牌说明 为历史做见证 《La2018年4月一下》 西班写摯用的 них 为了防止翻阅围墙 当年就是沿着柏林围墙 铺设这样的杀人道具 根据统计 两德分裂因为翻阅围墙 而被射杀死亡的 有130几人 至于在两德边界牺牲者 也有上百人至一千人 这样的说法 另一方面 统一后的德国检查机关 也开启了七万五千件 针对十万余名嫌犯 进行东德时期犯刑司法调查 但是最后只起诉了一千零二十一件 其中更只有四十六人 为或缓刑而必须坐牢 做私人无论 或是刁理较 我们不法赶金 承设计 珍 구독 成本一位 建设上 我们好的 部分 东德在执政四十年期间 关了二十几万名政治犯 其中有十万五千人 因为政治因素在职场上 受到不平等的待遇 德国国会为此 通过共产时期非正义补偿法 补偿金就支付超过十亿美金 我认为这些遇到当时有些遇到的遇到 那些遇到那些遇到的遇到 有些遇到的遇到这些遇到这些遇到的遇到 转型这一过程中所设立的纪念馆 应该以怎么样的形式存在 并将历史传承给年轻一代 仍有许多讨论空间 像是柏林的霍恩瑟豪森纪念馆馆长 对台湾的纪念馆有他独特的看法 甚至认为台湾民间与官方靠得太近 这也是台湾漫向转型正义之路 可以多思考之处 现在休息一会儿马上回来